最近很多在国外的台湾人陆续反国 让台北市居家检疫人数标破1万人以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满 居家检疫人数已经接近民政系统可容忍范围 质疑中国回台要集中安置 但欧美回来却只是居家检疫 但现在看起来纽约比武汉还危险 两度呛中央应该要有统一标准 鸣笛声响起的那19年的严寿国宅终于拆除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除了拼市政 同一时间也得忙防疫 尤其国外台人爆发反国潮 让台北市居家检疫人数标破1万人 已经接近我们这个民政系统居家检疫 检查的这个容量范围了 所以我要呼吁中央你知道 每天放回国的人数还是要控制一下 你如果放超过那个我们居家检疫 可以忍受量 我认为是会崩盘的 全部无限制的让我们会受不了 民政体系快hold不住 柯文哲忍不住继续抱怨 像纽约比武汉还危险 所以还是要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管是对中国或是对美国 那就要中央地方协调一下 我们检疫可以忍受到什么样的注目 你量太多垮掉了你也不行 两度呛下中央应该要统一标准 至于肺炎确诊个案第268例 在发病前曾到过金山屋来 柯文哲建议中央应该要公开透明 我是主张说如果要公开就全部公开 如果他没有办法掌握他才公开 有办法掌握他就不公开 问题是那条线很难画 所以有时候人就说操作上会蛮困难 不过是这样 原则上我现在都还是顺时钟 不管是防疫还是政治面 柯文哲顺时钟就怕多说多错 被舆论K个满头包 记者也很下位至台北什么的